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A小於B A小於B你可以把它解釋成 在這個束線上 A這一點 在B這一點的左邊 然後現在他說 A的絕對值等於B的絕對值 代表A到遠點的距離 跟B到遠點的距離一樣 所以一個是正的 一個是負的 絕對值得相等 所以 A他是負的 B他是正的 大小一樣 只是說 他一個正的一個負的 那麼這個會等多少 A加B 這個等於0 大小 大小一樣 符號相等 A小於B多少 A小於B是負的 小的很大的 他是負的 所以 這個是在哪裡呢 是在Y軸 因為他 X座標等於0 那Y座標是負的 所以呢 是在什麼呢 是在這邊 這是負的 所以在Y軸上面 所以 所以的話 這個答案應該要選D 在那個Y軸上面 是負的 是負的